就是产生背景 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圈 画一个中间的圆 对不对 这个圆呢 我要怎么画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从工具箱里面 各位找一下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那有一个箭头 点住不要放 记得是点住不要放 找到什么呢 它没有圆 可是有椭圆 那想说椭圆跟圆 怎么变 椭圆怎么变正圆呢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点它一下 点它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 看到上面有颜色 对不对 你在选取圆之后 上面会有个 对应的工具列 这个工具列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也是 我看一下 这边会不会有 这边没有 其他选 那我们先把颜色改一下 颜色呢 请你改成白色的 那白色 你可以直接点 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是不是正白色呢 其实也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RGB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或者自己输入的话 255 255 也就是所有的颜色呢 都是 加到最大的话 那就是白色的 OK 按一个确定 好 白色之后的话 我这个时候呢 就拖拉一个圆出来 可是你想说 哎 老师怎么样 变成正圆呢 如果你们有用过 那个小画家 应该知道 小画家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正圆的话 要多按什么呢 Shift键按住 Shift键按住之后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你怎么拖拉 它一定都是正圆的 OK 那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圆好了 好 你就拖拉出一个 这么大的圆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移到正中间 因为它是不是在这个文件 正中间呢 其实不是 那我怎么知道 它是不是在正中间 第一个 我要可以移动它 那特别重要 如果你将它移动 某一个物件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移动工具 点这个移动工具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移动它 移动 这个时候移动它 但是呢 我怎么知道 刚好会在正中间 有几个方法 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它可以控制位置 但是目前 这个功能 对这个物件 没有办法 就是产生作用 那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移动之外 各位记一下 在这个编辑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什么 任意变形 或者你记一下Ctrl T Ctrl T 点它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就有XY的位置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放在正中间呢 就可以把它的中心点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左边 从左到右是1000 那一半的话是多少 就500 那这个也是500 所以你把 这个跟这个改成500 500的话呢 那它就会刚好 这个XY的位置 就会刚刚好在哪里呢 就会刚好在正中间 你可以从任意变形里面呢 去调整它X跟Y的位置 OK之后的话 记得 旁边这边有个打勾 有没有 记得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它不会套用 你的变更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呢 再画 这一个 三角形 那你想说 三角形 嗯 问题来了 有没有三角形 没有 那怎么样画三角形 多边形就好了 对 那多边形呢 只要把边改为三 不就多边形了 那再来怎么样呢 再画那个三角形 可是问题来了 三角形一个 对不对 那你要画一个 那你想说画两个 画三个 要刚好绕一圈 这真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呢 画完之后 你要怎么 转方向 那怎么做 我想你们先试着 做到这里好了 等一下我再教各位 怎么去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